哈喽大家好 今天接到粉丝几块硬盘 懂得给大家检测一下 看能不能修 我们测试一下 我们先挂上机器 轻轻的上电 我们先听一下声音 仿佛寻道正常 而且二次灯也复会了 我们看一下 8T的硬盘 它也识别了 也认了 但是这种盘 我这样确定的说 这种盘肯定全盘坏道 也是刺头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 没有一点是好的 对吧 我们往后跑上50G 跳过50G也是这样 再跳50G 依然是 等于说全盘坏道 所以这种盘肯定是刺头坏了 这也是无法抢救的 因为8T的硬盘 我们买一块盘 也是一千来块钱 就是换好刺头 也不能正常使用 所以说没必要修 好了 我们看下一块盘 换这块盘 我们注意听声音啊 加电 嗯 嘎嘎嘎嘎嘎嘎嘎响两声 响四五声 然后 放电 那是刺头坏了 我们再听听这个 这个声音有点恐怖啊 我们加电 嗯 比特样机的发动机声音不小 那这种盘呢 肯定是刺头磨上盘片了 而且磨的非常严重 故意盘片有粉末了 好了 今天看到这三块盘 大家也可能自己也能 检测出来硬盘什么问题了 大家在使用过程中 一旦硬盘有预想有问题 不要自己再尝试加电了 这样的话会导致的数据恢复不了 好了本视频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拜拜